是哪個古色古香的地方 有沒有被這種環境所感染 有 每天我們上下班的時候都在感嘆 就是要經過一個小池塘 有荷花 然後每天睡覺的時候 還有就是外面的蟲子的叫聲 空氣特別清新這裡 空氣真的很清新 對 花香味是真的 桂花香 桂花香味 我是覺得蠻厲害的 有沒有每天獅心打發 我們起床坐個獅什麼的 烏鎮烏鎮 美美美 有啦 在烏鎮的時候 特別 特別常唱歌 對吧 那你們的烏鎮曲歌是什麼 就最常唱的 大家一起 請唱 我們唱互相的歌唱比較多 像農剛 最近 有那一首 我們就一直在唱 你們有唱一些經典名曲嗎 經典名曲 有啦 好像是有 是有 因為我前段時間 唱了那個 因為粉絲他們都聽得到 就是我唱的那個 雨碟 李玉均老師的 雨碟 就不用Cue我唱了 哦 謝謝 謝謝 你總而不是喔 對啊 今天就像是有點 壓扎了喔 這樣就好 那要不要對我們鏡頭 再大家說一下 記得分工快速的 分工嗎 其實說白了 我們四個共同進一家餐廳呢 我們分工是有固定 比如說有服務員啊 有做菜什麼 但是我們四個會同時換 對 比如說今天農農要做菜了 那可能我們就要出去 那明天可能我們要做菜了 可能就是要我們去 我們就是四個已經 從開始 手毛腳亂情況下 然後到後面已經磨合到一個 就是四個 是一個個體的感覺 對 就是有什麼我就互相幫忙 他只講說 那些上菜的 那個做菜的人 那個 說到這個 農農有一個絕技 是我當時看了 我特別擔心他 就是他一個人能拿好多個盤子 他好厲害 因為其實在 我以前工作的時候 然後那個盤子其實 尤其特別是做喜宴的時候 那盤子很大 很多 但如果你兩隻手 就只拿兩個盤子 真的很浪費 一次要走好遠 所以會 爬 爬 這樣放 會放到後面這邊來 對 然後比較穩固 而且一次可以上很多個 那聽說好來之前 是Justin 跟掌鏡比較回作菜嗎 相對來說 不要有正後面的經驗啦 有沒有到會作菜啦 可是你們兩個經驗 為什麼會做 然後以前呢 其實我理想背景的情況下 因為大學生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想家的食物 那 就是那時候 表達空的時候 會自己在網上找 然後在家裡坐 對 在家裡坐 然後就會有 在家裡坐 被家鄉的肉骨牌 什麼都會做的地方 對 那Justin呢 從小一個人在外面 我也是背景離鄉 然後我就想吃了我的經歷也是 就明天當練習生的時候 也只能自己做飯 對 你大海了 所以你在海灣什麼最擅長做的嗎 就做給自己吃嘛 就做得很醜 就反正能吃就可以了 什麼都做 對 就亂 亂有什麼亂燉 亂吃 對 所以你能不能跟紫易航去前 今天做菜件比較小 比較小 但是受熏陶很多 因為我們家 都比較會做菜 而且都是男人在做菜 我們家 像我爸爸 像我姑父 像我大爺 而且我大爺有開過飯店 然後 一直就受他們的熏陶比較多 然後我自己也特別喜歡做菜 來之前有跟我們 宿舍的阿姨有偷學一些點東西過來的 因為阿姨一直好吃 她就是全中國最厲害 最厲害 對對對 赤子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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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對對對 所以 其實對吃的有理解 但是我覺得 下廚這個東西真的是 下定學金去做之後 其實他就會持之以恆 對 在還沒碰做菜之前 其實你根本沒有想過你會做菜 對 但你一做下去之後 你就會覺得 欸 再做菜 喔好啦來做喔 就不會害怕 所以像Justin剛剛在台上說 就來之前大家彼此問 都說我不會 我不會 來一下 都每個人都很厲害 所以就有點像我們上學的時候 有時候沒有複習 沒有複習 OK 一來分 怎麼會考第一名呢 沒有 有時候 有些最討厭的 上我版上就是 考了 九十多分 然後他說 我媽的題字呢 就差那麼一點點 我真的就是沒有讀到它 所以你們來之前 私下有自己猛著 稍微又去偷學了一點 或怎麼樣 就沒有在節目的表現 其實大家都有 還好 沒有 我跟你說我真的沒有在學 亂講 你跟阿姨沒有學過嗎 就是 你敢說沒有學過嗎 阿姨都跟我說了 我跟阿姨學的時候 阿姨都跟我說 誰跟她學過菜的意見 家裡包著名單 你們早就都是同門師兄弟了 我就通過阿姨告訴我的那些 我就叫有誰來參加這個節目了 因為阿姨都告訴我 我來學之前 我說誰已經跟她學過菜了 那阿姨怎麼告訴你的 阿姨跟我說子儀學過 黃金學過 子儀也學過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次 趁著阿姨不注意的時候 我自己下飯 然後阿姨還說 廚藝不驚還學人做飯呢 所以你們怎麼看 現在好像以前傳統 有很多 比較好女生做飯比較多 現在越來越多男生 好像比較愛做菜 或是去做菜 有些是有很慢的行為嗎 一定是很慢的行為 因為男人一般給人的印象 都是比較主愛嘛 在外面都是很堅強那種 回家我覺得男人 也需要有生活的一面 也需要去照顧家裡的女人 照顧身邊的朋友和家人 那如果比如說給最親自的人 要做一道菜 以你現在的廚藝來說 你會覺得哪道菜 是最能代表我的愛 愛贏 以及手藝的 嗯 我的話是咖哩飯跟魷魚 對 咖哩飯魷魚 這兩樣 我的話我覺得啊 各種風味都有吧 比如說紅燒 還有魚頭 還有一個 我自己特別喜歡吃的一個叫 芙蓉蟹兜 對 然後口水雞特別下飯 我覺得這三個是 一定要做給家裡人吃的 三道 我做的話 其實我會做 糖醋排骨 然後還有蜜汁雞吃 對 嗯 很好吃 多複雜 嗯 是 如果與其要 要說 做什麼菜的話 其實我更希望就是 準備一個 一頓火鍋這樣子 因為我蠻喜歡跟 家裡人 還是跟朋友 跟他們一起吃火鍋的時候 大家一起圍在一起 那種很暖和的感覺 特別特別特別溫馨 你說得好 很氣氛 而且大家廚藝都 又精進了一些 回去第一時間 有沒有想過 比如說 靠牢一下其他兄弟們 還是想給誰做 還是去看他們 我叫阿姨PK 直接 下三次來啊 好不好 你叫阿姨子退了 自己叫阿姨PK 我回去有做過一次飯那時候 嗯 然後我跟 我好像是做給 辛純 嗯 然後還有大勳哥 味大勳哥 然後他們兩個給他做了 做了一個可樂雞翅 嗯 他們當時就說 這個味道就是 堪比飯店的味道 這次回去我覺得 有時間一定要給家人做 因為家人正好你來看我 也錄了這麼久的節目 家人來北京 我去給他們 做到菜吃 做到菜吃 看看我的廚藝 然後也讓阿姨看看有沒有進步 阿姨是你的假小弟 不要 太早 阿姨在 阿姨在打噴嚏 我 我可能如果工作結束 有機會回去比較久時間的話 希望可以 呃 給阿公跟媽媽做飯吧 因為外婆走之後 以前外婆在的時候 就是大家等外婆做飯 那現在外婆不在了 非常想念外婆 也很感謝她以前就是一直做飯給我們吃 所以咖哩飯第一個就是為了外婆去學的 而且是我最喜歡她做的一道菜 如果回家之後 如果有一天晚餐 可以做飯給外公 給媽媽吃 好像就是代替了外婆這個位置 感覺就很棒 那你們說到過客人很深刻的一些反饋是什麼 就不管最好的以及最壞的 有沒有很狠的那種 其實沒有 很狠好像沒有 我碰到過 真的假的 他怎麼了 我碰到過他直接跟我說 好難吃 啊 是 我的 然後 我就說 我可以幫您換一個其他的吃嗎 然後我又出現做了一個其他他說好吃 就是 那很棒 就還好晚 至少搬回一層 對還好晚 所以我有看到 這個裡面有很多奇怪的菜名 什麼華山論劍 什麼苦心剛來 就是神奇的這些名字 我叫導演主 沒有有一次 導演主有一次亂取喔 就是 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 我的叫做什麼 我的叫白雪公鼠 白雪公鼠跟獵人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為什麼 不是 然後我的那個是什麼 你也是華山論劍 我的華山論劍 我可能沒有取這個名字 古靖 這是古靖剛來 我真的是 你真的叫古靖剛來 我的名字每一次都很奇怪 我都是自己取的 我 我取的都是很有文藝的感覺 都特別有文化 滿成近代黃金 就是那個烤花肉 然後還有 帶到山花爛漫時 他在從中笑 可樂雞翅 這個可樂雞翅 這有什麼關係呢 能解釋一道菜嗎 跟擺盤也是有關係 擺盤有關係的 你看到擺盤你就懂了 那我真的是那時候 在網上看到那個 紅桃黃禾這個名字 我真的笑得滿滿滿 我就有點不敢承認 是自己做的 我想知道白雪公子和獵人 有什麼關係 對白雪公主 跟獵人 白雪公主裡面應該沒獵人吧 對啊沒有獵人 還有王子啊 如果要給自己一道菜 你會選擇 我做的什麼 蘑菇濃湯 然後有一個麵包 對 我自己煮上蘑菇濃湯 不要自己用西壞的東西 對 所以你們其中 其實最文明的是 Justin 嗯 是 被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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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像 最近之前也開過 有過類似開餐廳的經驗嘛 所以來到這個餐廳 有沒有給其他人一些經驗傳授啊 沒有 其實從他行為上是有的 因為 他給我的印象是不會做飯 但是 開始做我精的 有在厲害的 沒有 但是因為我在以前餐廳裡面 負責的其實是服務員 但是我當完服務員之後 我跟你講服務員 服務員其實大家看起來很輕鬆 但他其實是一個很煎熬的職業 他真的內心很煎熬 農農應該知道 就最後一天的時候 他其實內心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覺得 我再也不要當服務員了 所以我就 那個我那時候還不會做飯 但是當完服務員之後 我覺得太難受了 我就 每天一淚洗面 一淚洗面 改個換面 我就說我一定要 發誓一定要學會做菜 我這次來一定要當大廚 再也不當服務員了 對 因為確實服務員在 很多壓力都他們 他都直接的面對那個客人 其實還蠻壓力蠻大的 頂時間顧客會碰到的人 就是服務員 所以他其實不會去想說 這道菜其實不是你做的 對 為什麼這麼慢啊 為什麼 怎麼怎麼樣 為什麼孔條這樣啊 怎麼都會有這些意見 所以比如說你們面對一些狀況的時候 比如上菜真的非常忙 客人也懂得很焦急的 甚至有些霸標了 你們有沒有自己 特殊的處理想技巧嗎 就討客人會關心的 最處理最好的使用方法 就是你真的要低頭認錯 你必須要以你最謙卑的態度 去面對客人 不管到底是廚房的問題 還是廠外的問題 我們都是一個餐廳的 對 所以就是這個鍋是要互相背的 是 我記得有一次很好就是 我忘了是好像是濃濃了 就是稍微慢一點 但是他做了其他的去 就是彌補客人 就是給他 不是說就是我只是慢了 而是真的就有彌補這樣 有時候我們還會事前準備 那些果汁啊之類的 對 那所以你不覺得就是 講的帥幾件事情 對經營餐廳有好處有幫助嗎 會吸引到更多的功課 有一點女生過 就是傑斯汀 因為他一直就是有問題 在困擾著他 你那個 那個困擾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一直困擾著自己 就是覺得這樣 對 對 這個正片正片 這個留在正片看 我就不說了 一直以來就問 很困擾的問題 留在正片讓他上課 因為我其實 會 其實我其實我這次 因為其實我這次 每次做的時候都 我不是說我做的菜很難 但他要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基本上 就不是說我做的菜 雖然不難 但是他時間要耗很多 對 所以我一般都是待在廚房裡面 客人一般都見不到我 所以就我就希望他們知道 原來那家店裡 還有一個我這樣子的廚師 雖然你看不見 但是真的長得很帥 假廚師 他還藏著一個寶子 所以其他三個直面 直面顧客有沒有這種感覺 還好啦 我覺得差不多了 那你有沒有覺得自己的餐廳 好像比對面的好像是 稍微多一些這樣子 多一些人群嗎 真的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跟風水有關係 我們一定要說一下 因為我們外面真的跟說 你知道我們的那個餐廳 就是開在一堆樹林裡面 對 他把你包圍了 就根本看不到你的招牌 大部分是樹 對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一個分叉口 然後他們 你知道站在那分叉口的時候 第一眼就會看到他們餐廳 而且就是 而且外表光鮮亮了 陽光明媚 這樣子 開放式大廚房 對 最後給大家推薦一下 自己的這個節目 好 3 2 1 完美的餐廳 一定要看喔